近日不論是因為電視節目還是疑問 很多人都在說學車、考車和駕駛 到底我心不適合考車和考車有甚麼要注意 找師傅學和找Senter學有甚麼分別 可否用可持進修基金學車呢 我讓我找師傅解答大家這些問題吧 如果我現在決定要考車 我有甚麼選擇呢 我又應該怎樣選擇別人經常說 1、2號牌、自動波、棍波是甚麼 初學中我們會分為私家車或學貨車 私家車是1號牌 貨車是2號牌 貨車是合格了 因為大小 合格了會把1號牌給他 還會選擇學棍波和自動波 假若你純粹學自動波的私家車 合格了會把車牌是1號牌 若你學輕型貨車的自動波 合格了會把車牌是1號牌和2號牌 若你學私家車的棍波 你考合格後會把車牌是1號牌 而你考棍波波後 合格了車牌是1號牌和2號牌 因為有些人將來想過 可能會成為一個職業司機 某程度上早點學棍波是好的 因為很多商用車 例如小巴、巴士、中型貨車、重型貨車、貨櫃車 其實還有很多車種是用棍波的 如果純粹我想休閒的 我想拿車牌陪有家人開車、出車、出車 那些自動波都可以 因為棍波相對來說 你學的時候要多點時間、多點精力 因為你要學怎樣控制它的匹字 離合皮 如果離合皮控制得不好 整個車會死火 因為很多人不明白原理 其實是不明白的 你要怎樣控制Galaxy 去到剛剛好、欺負到好處的位置 那車就聽你說了 棍波是要傳統一點 譬如我用計算機 我可以計算數目 譬如我喜歡打算盤比較帥 我給人告訴你我懂得打算盤 這其實是一個技術 功能上其實它們是沒有大分別的 沒有大分別的 其實自動波現在很好 因為自動波的電腦機器 已經很厲害、很先進 以前的自動波真的很弱雞 很低能 那如果我學了自動波 我離開香港 我會不會沒有車開的 近10年 其實趨勢已經有9.5%自動波 私家車 即是香港的私家車 因為香港的地形問題 經常都塞車 有多斜路 其實開自動波車是方便很多的 你說去到外面 是否不能租 即是不能買 其實不是的 其實只不過可能選擇 我當英美、澳紐那些國家 其實因為那些地方 地大、密博 不用經常塞車的話 其實他們很多人 都喜歡駕駛傳統的棍波車 不過你說去租車公司 是否只有棍波租 其實不是的 自動波也有很多 即是你去日本一樣 你去任何一個日本的網站 去租車也好 其實九成都是自動波的 其實 有沒有棍波? 有的 我會找大型的駕駛學院 以及我找教車師傅 學會有甚麼分別 坊間裡面來說 我們會有兩個途徑去考試 第一個途徑 就是選擇我們運輸處的指定駕駛校 他會有自己的訓練場地 他可以在場地裡面 學習一些基本的操控 還有在練習 可能拍位、掉頭那一部分的時候 他有自己的位置去做得到 而在考試的時候 都會用回同一個地方去做的 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坊間其他的私人師傅 或者小的駕駛校 我們通常在街上練習 我們通常考試的地方 都是運輸處的指定地方 有部分的地方是封閉式的 封閉式的意思 我們不能給你練習 考試我會跟你進去考試 所以我們私人偽域的那些 就會在坊間裡面 找一些類似的地方 畫一個位置給你去做練習 而你在指定教授學校 跟我們坊間也好 路面都是在正常的路段裡面考核 所以相對來說 那裡是沒有分別的 其實因為在指定教授學校裡面來說 他大約有一半時間 在自己訓練場地練習的話 他的路面經驗相對來說會少了很多 而我們坊間教的學生 因為由第一課 你一坐上車 已經在路面練習了 在路面練習的話 你就會吸取更多的路面經驗 以及其他人跟你互動的機會 所以你路面經驗相對來說會多些 你去解決一些複雜的問題 就會容易很多 運輸著指定教授學校 跟我們坊間其他學校都好 等候時間都差不多了 大約可能現在排博士考試 大約兩個月左右 博士合格之後 再要等多大約五至六個月 就考個路試 收費上 因為指定教授學校有自己的場地 收費會比較貴一點 譬如運輸處建議學30小時計的話 如果指定教授學大約要兩萬多元 我們坊間的教授學校 如果學30小時 大約晚一至晚三四度 因為有些個別有私人質疑的師傅 可能他的收費會比較貴一點 因為他有合格內價高一點 有名氣或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 有些什麼人是不適合學車 或者學了車之後 都會做馬路炸彈的呢 如果譬如他開著車的時候 他可能聽不到別人說什麼 很緊張緊張得很厲害的那些 就的確不適合開車 即是你哪怕可能沒有方向感 打油燈啦 轉油 沒有速度感 加油啦 又開最導彈的啦 不懂分左右都無所謂 這些都能夠處理得到的 如果譬如他那些是很緊張 一來到就繃緊得很厲害 完全不受控的那些 那些是真的難一點的 其實方向感都是其中一個 你很緊張導致方向感感感感受不到的 我們經常遇到一些馬路炸彈 大多數的人都是一些比較暴躁的人 因為很多東西好像很多按鈕 很容易被人按著了 他嗨嗨嗨你都已經 然後就開始失控 通常很多交通意外的成因 其實都是因為他 沒控制到自己的能力 因為真正的意外其實是很少的 絕大部分都是人為的 黎師傅都提醒學車的人 要注意自己的學車目標 假設抱著被迫的心態 欠缺自身推動的目標 失敗的機會率就會很高 另外有一類人很有駕駛的天分 變相他的駕駛態度都比較輕跳 很容易會發生馬路炸彈 考刀牌不是代表你真正懂得開車 我經常說考刀牌是真正學車 因為你路面裡你要吸取很多經驗 你可能為我操縮了我的考試路線 你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其實你所有事情都不同了 你未必懂得應付環境發生的事 最重要是你人的心態 其實不能急 因為一急的話 你的錯誤率就會高 除了上述的學車事宜 現在都很多人會討論 可否用持續進修基金去學車 事實上我們翻查過持續進修基金的網站 暫時與駕駛車輛有關的可獲法還款課程 都是由香港駕駛學院舉辦 分別是輕營課車駕駛證書 以及試駕車駕駛證書 兩者的課程費用都是$19,056 不過根據持續進修基金的共付比率 即使成功申請最高的資助金額 都還要付$5,122的學費 另外還要繳交考試租車費$19,50 運輸處學習駕駛執照 以及考試表格費用$10,058 即是說學員還要付$8,130的費用 除此之外 網站的課程大綱雖然綜合駕駛應用 和路士備戰總共31小時 但卻沒有列明兩者的時間比例 報讀後或還要再花錢增加路士備戰的時間 大家報讀時記得要問清楚計清楚 另外想報這兩個課程都不容易 我們打過去香港駕駛學院的電話 都直接說這兩個課程的名額已經滿了 而且不辭後補 想報的話就要留意官方網站的最新動態 今次的新手學車N件事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除了甚麼相關的疑問都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記得訂閱果時啦 還要按個鐘仔